好 做完以后我们继续进入 第三部分不征税收入 三星重点把握在教材15页 你会发现我怎么先讲的是免税收入 免税收入在教材里面是不征税收入的后面 我先讲了后面再讲不征税收入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状态在最早就告诉给大家了已经 当时大家画一个图示 说我们的征税对象 左边有一般特殊 还有免税 右边是不征税 是不是这样的 还有印象没有啊 画个图示吗 前面 那么我们前面讲的一般收入 什么消毒货物 什么劳务 什么财产转让之类的 对不对 这都是我们应税的收入 而免税收入也是应税收入 什么给予免税待遇 就是免税收入也是我们征税对象 给予免税待遇 而不征税收入就不是我们征税对象把它剃掉 所以它跟前面不是一个类别的 所以把它放到后面来 这样回事 这背后有个逻辑关系的 所以我这个支点在这放在这不是随便放的 所以你在学我的课程师叫来回的翻书 这有好处啊 熟悉熟悉 这你还翻的不算很多呢 等学第二章的个人琐碎 那你就且翻去吧 一会儿且翻 一会儿翻到后面二三十页去了 后面翻到六七十页去了 就这样 你为什么 因为它的支点太散了 我们把它聚合一下 编进去更好的掌握啊 那这里我们看这个不征税收入 那么什么是不征税收入 第一下是财政拨款 好了读到这以后 先说个关键词 什么是不征税收入 那么这个收入一般都是这样的 企业获得收入 需要确认收入 哪来的呢 一般都是来自于这个主体 政府 所以企业从政府拿到收入 才有机会可能构成是不征税收入 所以不征税收入都是跟政府有关的 记住这一点 那么第一项财政拨款 政府把钱拨给写去了 他问个小问题 企业拿到政府的财政拨款 拨了一百万来了 在什么时间 或者说按什么原则 确认收入啊 是全责方式 还是收付实现呢 回顾一下吧 咱们前面讲了 转移这是不转移啊 中把钱给你拨给你 转移了 那什么 收付实现 那收付实现以什么比方准啊 收到为标准 是不是这样的 好 对前面只是做个小复习啊 那么第一个财政拨款属于不征税收入 那么政府拨给你一百万 再征个税的话 我们征个25% 那都应该到手就剩75万了 我们政府给你拨款干什么 是扶持你且发展的 我们再来到税收会消弱政府的扶持 让这个政策效率下降 因此我们才把这种政府拨款给定性是不征税收 就在征税范畴以外 就这样回事儿 那么这里要注意点 纳入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等组织 按照核定的预算 还有经费暴领关系 收到的财政补助收入 都作为不征税收入 纳入预算什么预算 科教文位体 我们最常见的是学校 什么学校 公立学校 你的孩子去念书公立学校 那么这个教育水什么叫事业 我们事业有哪些什么科技 文化 卫生 教育 医疗叫事业 公共事业 那么这些事业单位都是我们政府来管 只要有不同部门来管 像我们教育部门 我们学校归有教委去管 教委是个事业单位吗 这个教育是个事业吗 是这个回事 因此这个情况下 这个事业单位是纳入预算体系的 那么还有纳入预算体系的什么 社会团体也都前面写的纳入预算管理的 什么预算 政府的财政预算 那么这样的单位 他获得那个收入都是不征税的 他的目的干什么 让公共事业运作起来 第二 依法收取并纳入财政管理的 就为了词 财政管理 这个是纳入我们财政预算 一样都是财政体系内的 什么东西啊 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 那么这两个 可以作为不征税收入 这两个次可记住 然后我们再开始学习 什么是行政事业性收费 什么是行政事业性收费 它是行政事业单位提供特定公共服务 过程中向特定对象收取并拿出财政管理的费用 那你比如说我们去办执照 比如有些公本费 这可以 那就属于这个财政管理的费用 那么就是行政事业单位直接收的这个费用 那么还有政府性基金 它什么情况呢 是企业依照法律性法规等规定 带政府收取的就专项用途的财政资金 这有什么呢 就讲一个 比如说 这个企业是个开发商 他呢 带政府去收什么东西 收那个大修基金 这个大修基金收完以后 要上交给政府 而且只能用于我们的房屋以后的修缮 那叫什么专项用途 因此企业贷售的这笔钱 要么表现为是负债 我们不是收入不征税 要么是政府说了你管着吧 你管着 以后要一修这房子 你来在那拿钱修 但这个钱你不能随便动啊 那么这个时候就这个时候 它也作为不征税收入 就可以了 所以王老师企业带政府收的一笔钱 在我这先存着 我干什么呢 用于这个房子修缮 在我这存着 政府先不拿回去了 在我这存着 那这时候企业可以作为什么 我们的不征税收入来处理 它是带政府来做的一个事情 而且这个钱有专项用途 那么这两项名字要记住 然后我们看下面这个点 在看的时候啊 咱们先看这儿啊 企业缴纳的 不符合上述审批管理权限的 那么基金或收费 则不得在计算应纳税 所得额时扣除 这句话什么意思 一个企业拿到不征税收入 请问需要先确认收入吗 需不需要确认收入 我问的是 需不需要 又回到最初时了 我们教材第 第十页应该是 对第十页 来翻到第十页 看第三节下面的那个公式 咱们读就读前面两句去了 应纳税所得额等于 收入总额减去不征税收入 好就读到这儿 这公式怎么写的 收入总额减去不征税收入 一个企业拿到什么财政拨款 你先要去那边收入总额里面去 我拿到政府拨款一百万 先要记收入总额 然后呢 因为它是不征税 再把它扣掉 在这减一百万 那么就成零了吗 是不是这样的 它是这么一个计算逻辑 所以它在说 你如果是不征税收入 就可以扣除 就可以扣除 那么如果你不符合上述的 审币管理权限 你就不是那个不征税收入 那就不能扣除 有这个意思 好的 是我们这句话明白以后 这里有个核心词 不符合上述去审批权限 什么权限 黄字部分 就这个和棕色字部分 这部分就是权限 这怎么很啰嗦 这啥啥情况 来我给你总结一下 那么在出题时可能会考到这个权限问题 你怎么去记它呢 简单了吧 政府基金是这样的权限 国务院或财政部批准 而行政事业性收费 是国务院 还有什么 这三个是一个套路 都是省级 省自治区这家市 都是省级吗 即省级的相关部门 那也是省级 你记住省就行了 所以第一个是什么 是国务院跟财政部 第二个是国务院跟省级 我们的政府相关部门 他们共同点都是有国务院 但是政府性基金 有财政部 而行政事业性收费 省级 这块是差别 好你把这个记住就可以了 偶尔会考到 不是经常考 你就知道这个审秘权项怎么回事了 万一出个多半题 跟来这么一厨子 我们能快速判断就行了 你记住我这两条 那么前面 这个就掌握了东西 好 只是我们这一点 第二 且收取的各种基金 还有收费 应当记入当年收入总额 好了 又回到前面去了 我刚说了吗 你本管这东西是不是不容易收入 你先要寄收入去 为什么 咱们公式这样写的 先寄入收入总额 你都要先一篮子 先往收入里去寄 都寄进去 然后一看它是不征税的 减 如果是不征税 我们就给它减掉 减不征税 如果你这个东西是征税的 你别减了 你就不能再减了 对不对 这么个情况 是征税的 我们就可以减这样减掉 如果是不征税的 你就别减了 是吧 但不管怎么说 都要先进入我们收入总额里去 好 这是刚才有思路 那么于是我们回到这个 就在十一页这个公式去了 所以我们说最开始讲这个公式 它有意图的 你说这公式就不直接考核怎么记 了解公式 才了解背后的这些文字的表述 那么你要明白这个公式的话 你它还用记吗 它就不需要记的 对不对 都要先进入收入总额里去 免税收入不也如此吗 所以你看后面减了什么 减去免税收入 所以不管是不征税收入 还是免税收入 都要先进入收入总额 然后再给它扣掉 这样的一个不征税跟免税 那么第三 不征税收入的事务处理 那么符合条件的政维基金 跟行政实验生费 我们准以作为不征税收入 那么这个不征税收入 它有特定的目的 什么目的 你是带政府收的 或给政府的 于是上缴财政的当年 在计算应纳税收入总额时 准于从收入总额中减除 你要不上缴 那就先不能减除 什么意思 只有这个 这笔钱 你收到这种 行政事业性收费 还有政维基金 你上了财政 给政府了 那么它的重产生了 那你可以把它减掉 否则不得减掉 就类似开发商一样 我收到大修基金 那就类似开发商一样 我收到大优基金 我不给政府 我先寄收入总额里去 钱不能减 如果给了政府 把它减掉 作为不征税收入 这个含义 那么第三项 是国务院规定的 其他不征税收入 一般指的是 具有专项用途的 由国务院批准的 财政性资金 它有哪些呢 这里面呢 这几个范围 要注意一下 哪需要注意 这几个呢 我们都好理解 那么代管贴息指什么 是这样的 我一个政府扶持个企业 这个企业是个科技企业 刚在创业 因为芯片 全是烧钱投钱 而且没有钱怎么办 从银行借钱 假设每月向银行还利息是20万 压力很大 那么政府出了 我帮你把这样 你不还20万吗 这里面有8万 我政府帮你出 那等于是企业只还多少钱 行了 每月还12万就行了 是不是这样的 压力减轻将近一小半 对吧 在这个状态下 那么这8万是政府带你去付的 付给银行的 就要政府 就要贷款贴息 是政府对你的扶持 那么它也是一个不征税收入 那么也包括什么 后面这句话 需要记忆进 直接减免的增值税 和既征既退 先征后退 先征后反的各种收入 但是不包括企业按规定取得的出口退税款 这个句话 我又不解释了 总之 这些减免的税收 还有返还税收 都来自于政府 所以构成是不征税收入 但是在实际当中 并不完全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是因为考试 我就不再做阐述了 为什么不是这样 我不做阐述了 那么这些情形要记住 同时还有说了 不包括企业按规定的取得出口退税款 因为出口退税 不是一个扶持跟优惠 就应该退给你 那是一个机制原理的问题 这个是税法一 你应该去学的部分 增值税出口退税 那么好了 这个结论我们记一下 你们要喝点脑子了 那么出息思路上 那上面怎么出题呢 就是列举多项不征税收入进行考核 那么咱们就测试一下吧 来做到多选题 根据税法的规定 下列收入中属于不征税收入的事 选什么呀 A企业收取的基金 什么基金呢 你不说清楚 含糊其词 那不能选 这个考试的文字是很严谨的 不像我们出有时候平时出的题 可能描述可能有点不严谨 考试内每道题要着字着句去研究的 它的总体是很严谨的 那么变相 参政补贴 这个刚说了 它是不征税收入 那么新人护反的税收 它是 出货退税 它不是 政府不能提供的贷款提 它是 所以选择的是BCE 对吧 我们多看几遍 也就好记一些了 那么然后第二个出题状态 什么情形呢 就是它出一些选项 有一部分是免税收入的 一部分是不征税收入的 它要混到一块 想让你混淆一下 看你选的对还是错啊 因为有的学员学的不扎实就混淆了 那我们看到例题 对吧 你提 现在收入中 属于免税收入的事 怎么选 特别好选 这样就给你分的 送你分了一将 你要不要 那就说不过去了一将 人问的是 属于免税收入的事 你敢叫排除法 怎么排除啊 这太好排除了 来自政府的钱 没有免税收入 都是不征税收入 它都是表现单方面转移 我给你补贴 给你拨款 都是单方面转移 而剩余的部分就三项了 这不用说了吧 它是意图是我们红颜调控吗 这意图是为了防止充不计税 只有它不是 对吧 所以选择 AE 反过来能问你 哪些属于不征用收入啊 赶紧找财政 CD 所以就这样去选 这跳好拿分 好 第二项 服务下列条件的 从县级以上 各级政府 财政部门 及其他部门取得的财政性资金 准以作为不征税收入 这里面 注意县级以上就可以 这个状态更常见 我们现在各地的企业 如果能获得政府的一些拨款 等不征税收入 这都来自于这种状态 但是我们要掌握什么 条件 满足以下条件 好 自己先读一遍 不念了 自己读一读 我可以暂停一下 读一遍 然后我给你画几个关键词 怎么记它 拨付文件 管理办法或要求 单独核算 记关键词 政府给你个什么 一个资金拨付文件 对这个资金 有专门的管理要求 你要怎么花它呀 为什么要怎么管你呀 因为它有专项用途 那么你在账面上 花的怎么花出去的 你记得清楚 单独核算 怎么要单独核算 不是单独设的账策 而是怎么办 设二级明细 另外二级明细 能反这个钱的来龙去脉 或者你建个台账之类的就可以了 三点 文件 管理要求 单独核算 就够了 三点都符合 就是不征税收入 问个实物的问题 咱们快速说一下 A企业在假城市投资建厂 那么政府给你什么叫税收返还 注意这词 税收返还 你什么意思 你A企业交了100万税收 我给你返还 40万 请问这40万是不征税收入吗 怎么去判定 在地方 那就是线级以上的城市是不是 是 那你看什么 这三张满足不满足 肯定满足不了 最起码我们税收返还 是没有专项用途 或管理办法跟要求 你随便花 怎么花怎么花 所以很多企业拿到的政府 税收返还 都是要征税的 哎呦 那才我来自于政府的 来自政府就不征 都是不征税的 你的满足条件才行 所以满足三条 那才是不征税的 所以不要以为来自于政府 就是不征税 你得满足条件才可以 这个税收返还是没有文件的 也没有什么管理办法跟要求 说你怎么花怎么花 没有 所以他往往是征税的 注意这一点 这三条就很重要 非常值钱的三条 有的旗有拆迁补偿 你会玩吗 你会筹划吗 你会筹划 那就不一样 那也有因此这三条 那是实物的处理了 所以你学的东西 是有含力量的这东西 那么以后的征管越严格 那么且对涉税服需求就越大 因为有很多且怕触碰法律 得不偿失 一旦被蛇咬十年怕警生 你看我们最近这两年 受一些网红 有些网红就开始收敛了 要找一些机构说你帮我规划 管我怎么交税 我都不太懂 你看意识不一样了 否则你得不偿失 罚好几个亿 那知道吗 还不规规矩矩 心里踏实 那么这里面 你要知道满足三条 好了 这三条可经常出题 还好选 来我们看一下代表题 企业 从信义上 这题杆都是正确的 然后呢 作为不重新收入的 要同时满足什么条件 选吧 什么条件 文件 单独核算 管理办法要求 三条 那两个都是瞎扯出来的 没用 所以选择的是 ACE 第三 对财政性资金的管理 这管理呢 有这么几点 需要注意一下 要了解为什么要这样管 你就好记了 说企业将 付条件的财政性资金 作为不征税收入 处理后 在五年内 或连续六十个月内 未发生支出 且未还给政府的话 那么不好意思 这笔收入 在第六年 要记录我们的 应税收入总额 请问为什么要这样 我们一定要记住 我们前面讲了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这句话 专项用途 政府给你这笔钱 是有专项用途的 比如说 你这个企业 是A企业 是科技企业 我们政府说 我们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那你是科技企业怎么办 我这么给你1000万 希望你研发芯片 那这1000万 只能用于研发芯片 你不能干别的去 叫专项用途 结果你拿到钱以后 往账上一挂 你不花他 那么这笔钱的政府意图 就被你给浪费了 你5年还不花 这啥意思 那钱占到资金 你占个坑 你还不用他 那不好意思 来 要不 我这个政府先不收回 你给我交税去 要不你给我缴回来 所以你要不缴回来 那好 你过钱就给我交税去 这么个流程 因此他是干什么 利用这种方式 那么鼓励你钱赶紧花掉 让这笔钱能产生用途 所以我相关的规定 期限是5年或60个月 如果你没有达到这种用途的话 说你也不花这笔钱 也不缴回给政府 你干 你占了个资金不用的 那不好意思 我们要征税 这句话的含义 这样来了 明白意图以后 就好记忆些了 那么第二 上述就第6年的 应税收入总额的 财政性资金方的支出 允许在索税 允许在计算 应纳而数得额时扣除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那么咱们来看一下 我们数得怎么算 是这样算的 拿收入 减去 扣除 这叫所得 对吧 一个企业卖产品 我卖100块钱 我购你原料是60 那么我的所得是40 这都很简单 咱们前面讲过了 那么现在是这样的 我政府给你200块 200元 那么这200元 你去买一个设备 设备是有折旧的 只有要记我们的成本 是不是这样的 那么现在是这样的 政府给你200元 专门来去买设备 别的你不能干 于是你专门买设备去了 你买设备好了 你记住我们的收入总额 又因为它是不征税收入 你把它扣掉 减200的不征税收入 对吧 那么你拿着200块钱 去买了这个设备 设备折旧 假设每年 咱们就一次性折掉 这金额很小 一次折掉 折200 那么请问你拿政府钱去买设备 这设备折旧 允许当作扣除来裂支吗 你说能裂支吗 如果能裂支 那好家伙 你赚大发了 为什么减了 一共减了400 那等于减重了 是不是这样的 因此我们说 你这200一旦变成是不征税收入的话 那么这200形成支出 也不能在税前扣除 你这时候就不能扣了 因为一扣就等于重复了 重复扣了一件 因为你没有真正付出代价 哪能扣啊 就类似于这本书 是政府掏钱给你买的 这本书多少钱 68块钱 这68是政府掏钱给你买的 你拿了一本书 那么你的 你说你我的成本也68 你没成本 这钱是政府掏钱给你买的 你都没花钱 你有什么成本 所以你这里就没有扣除 这回事 但是一旦政府说了 我给你68块钱 你赶紧去买书 买这本书 就是你不买 就超过5年了 你还不买 于是在这个年 这68就变成书了 是我们应税收入 你不能再减这68了 是应税收入 那好 这个时候 你这个书一变成应税收入 你拿这个钱去买书 那个成本 我们也就允许能减了 减这个成本 这成本这里 这些减68 这个书就是68了 就这回事 所以 这个比钱是政府给你的 一旦作为不征税收入的话 你是没有代价的 因此扣除就没得减 一旦我们给你 你变成收入能征税的话 一征税 那么你再花这笔钱 那个代价是可以减的 它是个配比的状态 那么于是我们才有产生这么个结论 说除了起的不征税收入 用于支出所行的费用 不得再计算应纳税所时扣除 且的不征税收入 用于支出所行的资产 你们的折旧跟摊销 也不能在税前列支 因此不征税收入 所行的统称叫扣除 这是扣除 这也是扣除 只是资本化扣除 那都不能去减除 不能当作是扣除减除 你要减怎么办 那就是不征税收入变性成为征税收 那才可以 你都超过五年不花钱 那就那就是变成征税收入了 那么那时候它的消耗也能扣除了 所以我们这句话 跟我们后面这句话 是一个意思 两个方向来说 于是我们就形成这么一个表格 来我们看一下 针对收入 如果是征税收入的话 那么你拿这笔钱 所形成的那个对后成的成本 或者是什么值有摊销 也都能扣除 因此收入要继税 成本费用也能减除 一定的成本费用产生一定的收入吗 他们是配比的 你这确认这也能确认 一旦你是不征税收入 什么情况呢 要先确认收入 再减除这个收入 那么这是什么 就是我们失业的公式 叫什么 收入总额 你先记住收入总额里去 然后再后面减什么 后面减不征税收入 再减除减去不征税收入 则是给扣掉了已经 因此你这笔钱到手了 说给你 政府给你100万 你拿100万去买个什么 设美美原材料去了 那么原材料的成本 他的设的折旧 或者无形自然的摊销 那都不能减 是不是这样的配比 好了 你把这个表明白以后 前面这两句话 你再读一读 就好理解多 所以我们很多东西 其实不需要尽量明白 为什么这样 你就发现就轻松很多了 好 第四项 社保基金取得的 直接股权投资收益 股权投资基金的收益 为不征税收入 这个意图也很明显 我们社保部门会有社保基金吗 那干什么 投资 社保基金不能光在账户里存着 那能有几个钱 我们一个企业 还有个人把钱就给社保部门 我们有社保账户吗 不是 那么比如说我们交那个 社会保险 那社会保险是企业交易部分 个人交易部分都存在社保账户里去了 这社保账户 那你往这一存的话 你未来我们个人一退休 拿钱的话 那钱哪来 来自社保账户 哪什么收益 有自己缴存的部分 有企业缴存部分 还有这个社保基金 还有这个社保存款 利息的部分 还有这个社保存款 在用于上面的投资时 那投资收益 来自好几笔钱 凑成你未来的养老师能取的那个钱 因此我们社保部门拿这笔钱投资去了 一投资 那是属于交易 获得投资收益 那干什么这钱 投资收也好 你买基金那个收也好 干什么去 只能用于我们未来养老金的那个付出 医疗的付出报销之类的对不对 那是专项用途 你对他征税 跟征他税干什么 你征税的话 那我们社保基金少了25% 那钱到时候还得用于养老 征得他干什么呢 所以就为不征税收入了 没必要 你要征税的话 总打掉了社保金的效率 对不对 你真的税还要给我们老百姓发社保 那个发养老金吗 那何苦地绕一圈 所以干脆就不征税把它剃掉完事了 这来自这个意图 好了 你明白我说这个意图以后 这句话再出现在选项里面 就知道怎么回事 对吧 那么这是不征税收入 我们世保基金呢 都是不征税的 第五 且接受政府还有股东化入资产的索税处理 咱们教材的第18页 那么18页的最下面 有那个接受政府还有股东化入资产 那么这里面也会涉及不征税收入 咱们看一下 只要你明白我们前面讲的那些东西啊 这些东西就非常废话了 其实 咱们先看第一项 且接受县级以上政府 有关部门化入资产的索税处理 来看这图示 就过了 政府给你写投钱 是给钱还是投钱 这个词在这 政府是投给你钱还是给你钱 给就是无常化入 如果政府是投钱 那政府就是股东 因此这个钱给了我们企业 那企业怎么寄啊 政府给的是钱 你直接记住什么 我们的收资本吗 还有资本公金 它是国家资本金 账面上叫收资本 政府是股东 那这是收入吗 不是收入 这是我们的 收资本 是个权益 而不是那个损益部分 是我们权益 主要表现收资本 资本公金那部分 如果政府给你投的 不是钱是什么 是个设备 一块地 这不老给你地吗 不要钱的地 我这个投给你 我这我要入股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地 还是资本金 但是如果你没有花钱 那是个非货币 那怎么办呢 我们非货币按什么标准 我们之前都叫公允价值 这就要记一下了 特别地方出来了 按政府确定的接收价值 来作为计税基础 这个是最特别的 你政府确定的 政府说了算 我这地值多少钱 给你 投资给你 那么这种说 一个亿呢 就一个亿 说两亿就两个亿 接收价值 既有资本金 你收资本里面 借无形资产 土地两个亿 带收资本两个亿 没有收入 这是个投资行为 所以这个投资行为 没有收入 都记资本金 这常规处理 就只有他要注意一下 就完事了 那么政府现在是不投资 给你了 不要了 就给你 你单方面转移 单方面转移 那么这个时候 那水无偿化路 如果是无偿化路的话 满足我们前面的 这一点 什么那点 三个特点 文件 管理办法 或要求 第三 单独核算 那三点都满足 如果给的是钱的话 你直接作为不征税收入 如果给的是非货币资产 你是接收价值 所以不征税收入 他给我前提 什么前提 满足那三点 就我们前面第二项 不又写了三点吗 满足那三点 这就简单了吧 这么单独给你一笔钱 也没有什么别的要求 送给你了 那你是个利得 正常我们要计税的 但这个是三点都满足 就可以作为不征税收入了 你先进入收入总额 再把它剃掉 是不是这样的 顺利成长会有这个结果吗 它的核心点是哪 还是政府区内的接收价值 它是个核心点 哎 做到难免提 现金人民政府将股有非货币资产 明确以股权投资方式投到起来 应追刮资本金处理 该非货币性资产的计税基础 这是我们近两年考过的题 送分的啊 选什么选项 看一眼 三秒钟就够了吧 整个题10秒钟也够了吧 对吧 给你分的题 所以不要以为税务师的题度很难 那不是那样的 有相当部分是送给你分的 就跟你熟练不熟练 有些学员呢 本来是能过的 你非要靠后去学习 快考试了 那儿学 起了卡拉那儿学 底子还不错 差那么一点 不可惜啊 还得再来一年 所以努努力平时 没问题 那么下面注意事项 有这么几点 县级以上政府将股资产 无偿化作企业 属于上述表格以外情形的 无偿化录 属于以外情形 就是不满足那三条的 就是既没有或者没有文件 或者没有管理办法或要求 或者你没有单独核算的 那就什么 就成为我们征税收入了 如果划的还划分的还给你的是 这个非货币资产 你按接收价值 据我们的收入总额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么结果政府呢 还没有确定接收价值 那怎么办 按公允价值记住收入总额 那么这两点就是前面一个补充而已 政府给你无偿化一笔什么 这个非货币资产 我们正常上接收价值记住征税收入 因为那三条不满足了 他说以外的情形不满足了 那么你要按接收价值记住我们收入总额 结果这接收价值还没有 那怎么办 就按公允价值 这个描述呢 我们知道对错就行了 好 这个就是一个额外的补充 第二 它又更简单了 接收股东化入资产的锁税处理 这股东指谁啊 是政府以外的啊 这里是指的是政府以外的主体 所以这里有个注意 标题中的股东指的是除政府以外的主体 因此跟政府没关系的话 那就跟我们的不征税收入就没关系了 对不对 因为不征税收入都跟政府有关系 你没政府了 那就没有不征税收入这一点了 那么这个时候去税务处理 以快捷处理为出发点 跟我们快捷处理几乎是一样的 那我们看一下吧 股东化入资产 股东给你一笔资产 给你货币资金也好 那就是我们收资本资本公积股本 或者股东赠予什么资产 或者什么上市公司在股权分制改革里面 接收原非流通股股东 还有新非流通股股东赠予的资产 这都是赠予 这是赠予 还有股东放弃本企的什么股权 也赠给你了 我不要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处理确认方式 我们看一下 那么作为资本金来进行处理 那么是我们的收资本或股本 所以不就是收资总共 那他跟收入没关系 按公允价值确认 你赠送的吗 没有经过货币程序 按公允价值确认 好的 这样的 这是股东 如果是涉及这个股权部分的话 就这样处理 如果不是你股权 我赠你了 什么也不要了 我股份都不要了 跟我没关系的一件 我就白给你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作为收入来处理 那么记住收入总额 按公允价值 我们记收入总额 他跟收入就相关了 就在这本书 我股东赠给你了 我不要了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白白给你 我也不想增加什么股份之类的 就白白赠给你 你是个利得 接受赠予收入 比如这样处理吧 供应价值 在什么时候确认收入 实际收付实现时确认 对不对 如果我这个这本书 是我意图的 我还要增加我的股本 或者你要寄到收资门里去 那这个时候 就是上面这个部分 这个我们就是常规处理了 理解就可以了 这块呢 我们一般考核呢 就相对少一些 总之跟不增税收入没有关系 更多要记住 那个政府的什么肌肉价值 那块很特别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不增税收入就讲完了 那么于是呢 别忘了 最大提解的不征税收入 那么到这儿 我们的全部收入 就统统的都讲完了 我们讲了一般的收入 讲了免税的收入 还讲了不征税收入 在我一般手里面又讲了 什么销售货物的 提供劳务的 转让财产的 股息红利的 还有租金的 特权省费的 那么还有利息的 还有接受捐赠的 还有其他九项 每项里面有哪些点 也需要注意一下 这的话 我们要自己画个脉路图 一个脑图 去勾勒一下这个架构 你把架构记准了以后 在理解了知识以后 发现很多知识 就不需要记了 融会贯通 理解就好了 这你讲的知识还扎实 用于考试没问题 用于实物做职业判断 也没问题 你对这个知识的脉络把握 越清楚 你的知识就越扎实 这点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学生这个段以后 干什么 把体验做好以后 看我们提的一些总结 然后呢 自己画个图 我们争取每一项 知识都很扎实 你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成果 好了 那么这次课 我们先到这 谢谢